你都叫喵喵叫了 所以这种东西已经 而且现在很多人也是不能有 没有电脑还OK 没有手机不行 尤其现在小朋友 可能一分钟没手机 他就已经受不了了 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也是一个问题 手机成瘾症 怎么办 因为我家小朋友也是这样子 我常常盯着他 我说你要注意 你可以用没关系 但是你注意一下你的眼睛 你不要恶化就好了 好 那再来的话 为什么上这个课 那为什么来上这个 OK让我知道一下 如果你今天希望把那个 今天上课的那个 就是影片如果你想说到 你就留个mail 如果不想说那没关系 你就不用留 这个是有弹性的 那今天的话呢 原则上我们大概 会把那个 这个课程我主要规划 就是从高切到VBA 当然至于要怎么去上 H等一下我看一下 大家的一个程度 再来做一些 拿捏 我在想说抓哪些题目 那实际上这个课程 我有上在我们学校 有开这样的课程 但是一个学期的 可是一个学期要三个小时 全部把它讲完 那绝对不可能 所以我就挑出大家 最有兴趣的部分 来跟大家分享 那当然未来你如果要在学期 我觉得是一个有个计划 那有个目标 可能也许你可以慢慢把这边熟悉 那几个目标 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 Esser里面到了多少函数 然后怎么去分类 因为其实一般我们使用 是按照类别 去找到那个函数 然后呢 去用在什么地方上面 把这个公式把它组合起来 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那如果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找不到对应的好的函数 或者是那个公式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就想 可能要用VBA来写这个程式了 那我这边的话 待会会举一些案例 让大家了解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呢 其实主要的目标 所以我就会给这个同学们 一些目标 那当然呢 这个课程 其实我规划是两个阶段的课程 一个是入门 一个是进阶 原则上大概都至少要30个小时啦 只是因为我们没有 我大概就是把重点稍微说明一下 那目标就是说 其实学会这个东西啦 我刚刚有提过 自然就不用加班 所以有时候啦 你在现在企业里面 如果你会不断加班 你的主管可能会约谈说 为什么你需要一直不断加班 是你能力的问题呢 还是你偷懒 还是说 他当然不会想说你事情太多嘛 是要帮你加一个人 对 要帮你再找工读生 他绝对应该不会这样 他在那边会说 你是不是需要再去学什么东西 会去检讨你 所以啦 其实我是觉得 这个其实还蛮有关系的 因为如果假设 你一直不断 做事的效率不能提高的话 那当然哦 你的tempo绝对是很紧很紧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呢 让你的这个tempo 慢慢release 那当然前提就是什么 你一定要能够很快的 把一件事情处理完毕 OK 那当然会这些东西啦 我觉得差异性真的还蛮大 尤其是利用电脑 可以怎么样 帮你用个回圈 自动事情处理完毕 那当然这个还是最低阶的 那慢慢你也可以把很多个程式 串在一起 甚至于 以色本身还具备有那个功能 就是时间到 他会自动执行 自动执行功能 你电脑开着 有没有 而且你的客户要半夜的 那半夜怎么办 对不对 你也可以什么 半夜在让那以色尤不关机的情况下 他也可以自动执行 甚至呢 他可以去呼叫outlook 比如说你半夜才要寄信的话 那你也可以半夜的时间 把用以色尤去呼叫outlook 然后提供给他email信箱 把那个信件寄给那些客户 可不可以 可以 或者是说你 你的资料是半夜 比如美股 像我们凌晨的时候 他才开盘 那你总不可能半夜不睡觉吧 怎么办 你也可以什么 时间到设定好 几点几分 美股开盘 自动去抓那个什么 美股的资料 对不对 那在后面的话呢 也许就是再去跑逻辑判断 那你写一个演算法 比如说当什么情况下 什么情况 哪些数值发生变化的时候 赶快呢 把你叫醒 有没有 可不可以 你再醒过来就好了吗 对 你就不用那边standby了 这个都是绝对好方法 其实还有很多应用 也就是说 实际上学会程式 大家慢慢可以让你怎么样 把你从电脑 座位上面抽离出来 也就是说 你不用一整天都盯在那边看 那剩下就是你要去思考 你应该 怎么把对应的那个程式写出来 你应该花最多时间 应该在这上面 所以 常常有同学问说 老师你应该眼睛不好 眼睛应该不好 因为他觉得说老师你一直盯着眼 你怎么知道我一直盯着眼 其实我大部分 虽然好像我在看荧幕 但实际上我是在思考 我在动脑的时间 可能比我动眼的时间还多 OK 那常常想说一个程式 该怎么写 会是最 其实不是说最有效率 有时候是想说 这个程式怎么写 程式会最少 第二个的话 程式怎么写 我自己会觉得最直觉 我一看这个程式 我就看得懂 到底我自己在写什么 最怕是说 假设你以后写出来程式 连自己都看不懂 真的 你不要笑 很多人 很多公识读文 你这程式你在写什么 我不知道 那你这程式怎么来的 Google抓来的 真的 OK 那能不能RUN 可以RUN 我说那你怎么RUN出来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一直改 反正错了 有BUG我就改 有BUG我就改 改完之后可以RUN 那我就交客户了 但是问题 你现在还是有问题 没办法我再改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程式一直不稳定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call别人的 OK 它其实也没有说很了解 这程式背后到 然后呢 到最后其实可能它 每个地方都有喂爆弹 那最后的话 它有一天它突然发现 那个工程师离职了 为什么离职 因为它知道 那个喂爆弹即将爆炸 然后就找了新的人进来之后 然后又接替了 接替了 他又再把那个 在时间把它就是演示一下 然后没多久 你会发现 快过年了 过完年之后 那个工程师又不见了 又换一个人来 你会发现 这个是现在很常见的那个 就工程师 所以你们遇到的工程师 有时候你也不要问他太多问题 因为他也不会老实跟你讲 实际上他根本也不知道 OK 反正他只是说 可能时间到 我不行的话我就跳 因为其实这方面工作也很好找 而且他其实跳槽之后 他还会有加薪的空间 所以其实为什么 有些软体 你们常会遇到 那个为什么系统不稳定 其实也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台湾目前有些软体 就是会有这种现状 当然我是希望说 你要彻底完全了解 但是很多时候 这个是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的 OK 那当然我是希望 以后你自己写的东西 自己很清楚 那这样就完全可以砍错了 所以应该怎么学习 可能是一个目标 也许第一个 至少你要知道 在Esser里面内建的函数 大概250几个 OK 第一个 不过我的习惯是这样 有些函数不用背 因为很多人说 老师我该怎么知道 怎么怎么用 其实他这个函数的使用方法都固定的 就是你插入函数之后 他会跳几个参数 你给他对的参数 那参数的话 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说 给他的资料到底是数字 还是文字 或者是一个范围 有没有 那如果你提供给他的资料 参数是对的 他就会把你要的结果 自动传回来给你 那其实函数就传回来给你结果 所以这个动作的话 你只要没有问题 我想解决这个Esser的学习 应该就比较简单的 比较难的应该是 你要怎么样把 你的那个动作写成这个VBA 这个我想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VBA主要分成两种 一个是Sub 一个是Function 那其实Sub简单讲 就是类似按钮 按下去 反正他也不跟你互动 他就是自动做完了 OK 结果就看到了 那Function的话 比较像前面那个函数 他会问你问题 请你给我什么资料 然后我帮你处理完之后 把你的结果 Return到你现在滑鼠 所停的位置上面 就是所谓的函数 OK 所以VBA主要可以处理这两种 当然还有别的 只是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两者 但最常用的还是这个所谓的Sub 做按钮 也就是说其实你就是说做一个按钮 然后按下去之后自动帮你怎么样把结果显示出来 所以以后你可以做好几个按钮 假设你每天一早上做的事情 你就把它变成一个按钮 按下去一个早上的事情就OK了 可不可能呢 绝对有可能 因为这个是太多业界的学生跟我讲的 我老师学了这个东西之后太好用了 我早上的事情我就一个按钮按下去 那我生意